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多控变化 大刀之间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到全网最浓逼最热钱的频道 JBCrypto的频道 好 今天课程的分享重要 比特币 目前呢 在一段下跌之后 进行盘整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如果你想知道接下来的机会 操作建议的话 那么你看完今天课程 会有帮助的 那么一样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电报群 你需要点击我们影片下方连结 这里 连结在我们的影片下方 随机点我们 电报一个连结码 像是我们昨天的直播 下方的连结 这里 点击开启 然后这我们的 大群 大群呢 并不会有西部点题式 如果你想知道更西部的点位 操作逻辑这些东西 你需要怎么做呢 OK 你需要 私讯我 怎么私讯我 电报群 at JBCrypto 复制我的ID ID复制完之后呢 到我们的这个 大群 贴上 OK 私讯我 就说 我请加入VIP 我就想怎么加入 OK 非常简单 那么看到我们 今天盘面吧 目前的这个状况是 比较 目前还是比较看跌的 我们看一下 一小时图 上面来看 这是因为比较短的 因为目前行情的话 其实并没有老讲的 就下跌后的一段 调整 明显这个区间抓出来 是40,700 和 39,2 左右 这个区间 所以如果你是做空头为主的话 既然抓这个中轴以上 可能4万以上的位置 就找人空单 看接下来有没有机会给上去 如果给到的话 也会是还不错做空的机会 那么 止损怎么设呢 就放4,700上方 可能上方一点点 如果破浪器再打下来 那开回来 就可以了 好 那么相信我听懂 这是比特币行情的部分 目前的话 下跌的这个延续 可能现在比较大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一下 下方的这个供应 还是 还是是以这个卖盘为主 不论你从一小时看 还是这个 4小时看 明确看出来 明确看出来 目前的需求还是非常弱的 你看 非常弱 非常弱 供应还是比较强 看BN图表也是一样的 看一下 供应还是比较强 需求比较弱 需求在减弱 供应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目前呢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看空的可能性 还是比看多要大一些 但是给的位置并又很好 4弯附近空 可能下方也就是 三个点 一两点左右 有可能预料下来之后 又弹上来 所以这个地方你去空的话 可能会比较不舒服一些 但它行情也没有给它 比较上方的位置 去给它做空的位置 所以 这个地方都会比较尴尬 如果它给到 比如说40500 或者说 破了40700上去之后呢 再次遇阻 那我们再做的话 这就比较理想了 目前的话行情并没有给到 所以目前是观光状态当中的 那么这个是比特币 目前的这个行情的解读 短线上的一些解读 下方的这个翻转区在哪边呢 我们下方有这个38800这个翻转区间 在886位置 哪个位置怎么画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我已经讲过了吗 从这个地方拉上来 前在翻转位 38788 你就算大概38500到39000区间吧 这个位置的话 会是潜在我们有可能反转的地方 所以 如果打下来的话 过度追空不是那么好 这样在上方比如40500 这些位置就做空 只顺着放在可能40700上方一点点 这是我们接下来一些 操作建议吧 这是比特币短线上一些逻辑 再来看到野方 野方的话目前逻辑呢 我们不难懂 我不难懂 昨天这个反弹到最高到3089左右 OK 我们第一点是在2950 这个区间目前也是在一个整理当中的 做下跌的中细结构 目前状况 要造成突然的下跌可能比较难 也就是说可能在这区间还要调整个一两天 才可能造成一个更升幅的下跌 目前上方的话 昨天反弹并没有去触及到我们原本的主压力位 在这个3150并没有去触及到 我看回车位 回车位我们看一下的话 明显看得出来 昨天回车到这个0.382的位置 精准触及之后开始下跌 目前价格也是再度的一个上行 以太坊现在比较强势的 我们看到对价的部分 非常明确的可以看得出来 以太坊的这个对价 还是在拉伸当中的 在别的下跌过程中 以太坊一度失散率 以太坊的这个对价做了一个修复 后续又做上行 目前还是比较强势 往上看的话 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对价的多多趋势 往上的这个主压力位在0.78左右 所以这个区间也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可能在这地方会是一个反转位 以太坊会开始转弱 有这样可能性 有这样可能性 好 那相信有听懂 短信上的一些操作建议呢 就在影片上讲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要更及时些资讯消息的话 加入我们电报 VIP 想要最及时资讯 如果想加入 但也就像你飞机玩了嘛 是不是 好 加密货币航行起伏之下 是不是有消息 如果不想错过最佳的赚情 就会支持你 按赞 订阅 并按小铃铛 欢迎交全网最短信的频道 可以带你到现在 我们下期课程再见 拜拜